巴西在指示议题中提到了一个可持续的星球 这体现了巴西在全球治理中对气候变化 对应对各种这种面对全人类的这种挑战 的一种这种焦虑和这种诉求 希望全世界各个国家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的国家 能够协计所来共同应对 像粮食安全 能源安全 气候变化 水资源安全等诸多的这种人类的这种挑战 比如说我们的中国是现代化 我们是有这个理念 来引导我们进一步往前走的 那么第二点呢 中国现在可能是全球这个产业体系 最为健全的几个国家之一 所以这样的话 它抗风险的能力就会好很多 所以无论是从理念上 还是从我们的产业体系上 我们都能够给全球的这个南方国家 以及发达国家 提供更多的市场和稳定的这种市场环境 此次这个G20峰会 我觉得体现的就是中国的这种发展思路 与这个全球当前的共同的面临问题 之间的高度契合度 比如说中方提出了要推动这样的一个全球公平 公平其实就是意味着 发达国家地要承担很多的这种发展的责任 要承担为很多发展国家提供更多的技术转移 更多的这种发展援助 这个来满足发展中国家发展需求 第二点我中方一直提出 要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种守望相助 这种互联互通 相互的这种互利共赢的这种合作关系 壮大发展中国家自身的这种能力 感谢观看